转载四百教号作者,又在小唐一提到NBA的速度之王,我们的脑海里肯定会出现螺丝,雷斯布鲁克等等NBA球星,其实还有一个人名字容易被忽略,他就是奇才的当战球星。 约翰沃尔,沃尔风驰电车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,他的闪电快攻更是让人记忆犹新,除了他的闪电速度之外,沃尔每年都在不断的完善自己,我可能正在成长,但是我不想成长得太快,就像沃尔自己说的一样,沃尔每年都在进步,每个赛系都在变成熟。 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,一些约翰沃尔的故事,沃尔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,沃尔出生在一个并不完美的家庭,和大多数黑人球星一样,出生在贫民窟里,没有一个稳定的住处,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,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权益。 在九岁那年父亲去世给了沃尔沃尔沉重的打击,沃尔开始成为老师严重的问题学生,成为不良少年,但是篮球却拯救了这个误入歧途的孩子,篮球场成了他温馨的港湾,沃尔开始专心打篮球。 在沃尔13岁那年沃尔,已经是当地球有名气的球星了,在高中时期,沃尔继续展现自己的天赋,因为自己表现优异,成为全美第一高中生。 早在高中时期,沃尔就收到摩贝塔,杜克等篮球明晓的橄榄枝,然而沃尔却选择了肯塔基大学,沃尔于2010年进入联盟,华盛顿奇才一手的第一顺位的撞签选择了沃尔。 沃尔,再来到奇才后,迅速成为球队老大,奇才也在随后对沃尔进行重点培养。 他有着强壮的肌肉,顶级的爆发力,和极快的速度,凭借着爆发力和速度优势,沃尔可以在场人如林的内线,肆意突破大力口篮,让防守者望尘墨迹。 在新秀赛季变入选最佳新秀第一阵容,2011的新秀挑战赛马选MVP,虽然沃尔的投篮不是很稳定,但沃尔在一步步的承担起来,他不管靠自己的能力去带动球队,作为球队空位的他知道如何去串联球队,如何去带动球队的进攻,如何去成为更好的领袖。 由沃尔带领的奇才常年打入东部季后赛,在一二赛季,比尔的到来更是和沃尔组成了联盟为之恐怖的后场双枪,沃尔能突比尔能投,两位超级巨星的结合,使得奇才迅速的崛起,沃尔的防守在联盟后卫中,也是顶级的,经常可以上演追胜大帽,这对黄金后场组合给奇才带来了希望,值得一提的是,据数据统计, 沃尔的百米速度可以达到10秒左右,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。